7月29日在官方公布 周永康案前三个多小时 大陆微博就有贴文 疑似预告周永康案 称下一步吃面 并接连发布多条敏感信息 影射周永康的后台江泽民 周永康落马后 网都再度疯传 周永康长期接受薄熙来 李东升提供的女人 其中29名已经确认 包括歌手 媒体人 女演员及女大学生 媒体还披露周永康团伙 至少涉及是三宗命案 周永康遭立案调查后 持续有高官落马 30号海南省副省长谭立 也被免职 另外辽宁省政协副主席 陈铁星也被免去领导职务 陈铁星被指属于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系统人马 而且有中共重庆市委 前书记薄熙来充当后台 越共60多名老党员 向党中央发表公开信 要求放弃共产主义 不要再依赖中国 包括越南前驻华大使阮仲勇 一位副部长和一些 著名的经济学家 也都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 公开信说 共产党把国家 引向错误的道路 国家完全陷入危机 他们还指责越共领导人 过于在政治和经济上 依赖中国 新厂云台电视张力报道